电子投票机一箱箱被搬进投票所 偏远的亚马逊地区也不例外 由官方出动船只沿着河流再到目的地 巴西总统大选2号正式登场 民众要用选票决定下一位总统是谁 这次由现任总统波索纳洛对上前总统卢拉 两人都在投票前夕全力造势要催出更多选票 虽然波索纳洛支持者有信心 但两份封关民调都显示 卢拉领先波索纳洛十四个百分点 得票率约五成上下 尽管卢拉曾因贪污入狱 如今支持度居高不下 也反映巴西人过去几年对波索纳洛的不满 特别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 巴西多达68万人染疫过世 各界直指波索纳洛不戴口罩 不鼓励接种疫苗等种种反防疫的行为 难辞其旧 加上全球通膨带动粮食价格大幅上涨 都打击波索纳洛的支持度 似乎也知道选情不妙 波索纳洛日前干脆开大决 指控投票可能造假 虽然鲁拉领先态势明显 结果如何仍要投出来才知道 如果第一轮没有人得票过半 将在十月底进行第二轮投票 华视新闻陈刚斌 我是喜顾雅外 你订阅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了吗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 感谢观看